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 在前面谈到过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初始成本调整 以及投资之后被投资单位盈亏的处理 以及分苦力的处理 当然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说的是 被投资单位只要是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 投资方的都应该按照一定的持股比例做相应的调整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说在投资之后 被投资单位有其他松合收益变动 影响到了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那当然投资方也要按照持股比例相应做出调整 这种情况调整时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松合收益明显可能来反映 那如果说被投资单位 是其他松合收益增加 使得所有者权益增加 投资方就得按照持股比例 借方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松合收益 代方代其他松合收益 当然要是被投资单位 其他松合收益减少 那投资方做相反的分路就可以了 看一下教材的利益21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25%的股份 并能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当期乙公司将其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转换为以供免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供免价值当于账面价值是1500万 那我们也知道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那被投资单位 如果说有过 投资性房地产供免价值比账面价值高 他又上升供免价值计量的 那肯定要记入其他松合收益 那现在是15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们没有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如果要考虑所得税影响呢 它是增加账面价值 是增加1500万 真正影响的其他松合收益 应该是1500万乘以 1.25% 应该是这个数字 乘以75% 如果税率是25%的话 那这块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所以被投资单位相当于其他松合收益增加1500 投资房持股比比25% 1500乘以25% 375% 借房的长期股价投资 其他松合收益 带房带其他松合收益 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六个 如果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处理 除净损益利润分配 还有其他松合收益以外 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权益 还可能发生增减变动 那这种情况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投资方按照自己享有的这一部分 在调增或者调件长期股权投资的同时 相应的把它寄到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那这样的话呢 会计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或者是相反的分路 你比如说 如果说被投资单位 接受了股东的捐赠 这个股东呢 又不想在注册资本中占有份额 就白白捐进来了 那我们投资方 按照相有的比例 你相应的就要调呗 我们也有份了 他捐赠进来的呀 那还比如说 如果被投资单位 要是有过增资扩股 增资扩股之后呢 仍然还是权益法合算 我们的实股比例会降低 但是你变动这一部分 相应的也会有一个增减额 那都是把它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代方代计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好 看一下教材的例22 A企业持有B企业30%的股份 能够对B企业施加重大影响 B企业为上市公司 当期B企业的母公司 给予B公司捐赠一千万 这个捐赠也说了 它属于资本性的投入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被投资单位要把捐赠 母公司给予的捐赠 算投入的话 接到资本公司 股本一价或者资本一价 那投资方按照享有的份额 享有份额当然就是 一千万乘以30%了 三百万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代方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三百万 第七是股票鼓励的处理 那股票鼓励就是 被投资单位要分股票鼓励 它的所有的权益总的没变 所以投资企业呢 就不做会计处理 你就注明一下股数增加就可以了 第三个大的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实际上是资产减值准则规范 可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 如果可收回金额比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低 对长期股权投资要提减值准备 提减值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当然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所有那些长期资产 简直已经计题 持有7年都不允许转回 我们知道这概念就够了 第四呢 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实际上准确来说 应该是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有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我们对于股权投资 在核算时 一块是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一块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一块是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 所以在转换时就有六种情况 三个上升 三个下降 比如说原来是金融工具 确计量准则规范金融资产 由于上升 现在能够有重大影响了 那我们是一种转换 由金融资产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那如果说原来是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由于追加投资 达到控制了 也是上升 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核算 再一个上升的 原来是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由于上升 直接达到控制 那就说 金融资产改为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 这就是三个上升 我们再看到 还有三个下降 一个是 原来是控制成本法核算 由于出售部分投资 不再控制了 但有重大影响 那我们应该把它改成 权益法核算 接下来 原来是属于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比如说有重大影响 由于出售部分投资 不再具有重大影响了 还持有一部分股权投资 那就改为 金融工具 确计量准则规范的 金融资产核算 这是个下降吗 另外一个 开始控制 由于出售部分投资 持股比例比较多 出售了 那下降之后呢 直接 连重大影响都没有 但还有一部分股权投资 改为金融工具 确计量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就有这么六种情况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看起来 三上三下 这家变化真大 那你要理解不好 就比较乱 我们的原则是这样的 如果是有转换的话 要考虑 公允 公允价值 对于呢 上升这三种情况 我们应该是要把原投资 因为是属于追加投资 那你原投资怎么办 要调整到公允价值 由原来账面价值调到公允价值 认为把原投资给卖了 然后呢 再按照公允价值买回来的做法 然后要是下降的 你是持股比例下降 出售部分投资造成的 我们是把剩下的这部分投资 调整到公允价值 你卖没卖完 还有剩下的 听清了吧 就是先咱们定原则 上升的 把原投资调到公允 下降了三种 把剩下的投资调到公允 我们的做法是 怎么把原投资调到公允 把原投资 在转换日按公允价值卖了 再按公允价值买回来的做法 剩下投资怎么办 做法是整个都卖掉 剩下的公允价值买回来 那接下来 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哪张表上来做 如果说你合并报 如果个别报表上做完了 合并报表不用做了 因为合并报表是以个别报表为基础 来编的吗 对我刚才说的 原投资调到公允 还剩下投资调到公允 在哪张报表上来完成 个别报表上如果完成了 合并报表上不用再做 你不用再调了 已经调完了 有两个转换 是在合并报表才完成的 有四个 是个别报表上的事情 合并报表要做的 就是权益法跟成本法的转换 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那为什么这在个别报表上没法做呢 因为个别报表上都是长期股价投资项目 你不要的随意改变它的价值 比如说原来是权益法核算 当时有多少价值 转换认识不要去改变它 因为都是长期股价投资项目 改变是违背历史成本 所以 由于上升下降的 这种认公允的做法 是在合并报表上来完成的 个别报表上不是 那后面还会具体进行说明了 不能你个别报表怎么办 剩下的 那都是和金融工具确认 既然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相关 比如说第一类或者第四类 那也就是说 它都是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这种转换 项目不一样 别管上升还是下降 公允都是在个别报表上来完成 这是先把原则搞清楚 那比如说要是金融工具确认 计量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由于上升重大影响了 我就认为 把原来的在转换的那天调到公园 认为卖了 卖的当然就完全按照 前面所谈到卖的这种方式处理了 比如说 原来可供出了金融资产 往外卖了 有个其他从而收益 你得转投资收益 原来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卖了 把公园价值变成所益 转投资收益 这都得跟得上 那如果是下降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全卖了 剩下的重新买回来 按照公园 这就是大方向 那国际准则上 也是这样思考的吗 你只要项目发生改变了 我们就要瞧到公园 有时你要不这样做 可能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了 前面跟大家曾经说过 你要说 由于追加投资 达到控制 不是说一次达到控制的 原来算商誉 只是多点算商誉 各点代数核 后来不不行了吗 改成一点算商誉了 那一点算商誉好了 那你怎么办 我不就说过吗 只能说把原投资 你认为在购买日那天卖了 按照公园买回来 商誉才可以算啊 那你别的都得跟进呢 只要有一些变动了 项目发生改变什么的 好了没问题 都要重新的来算一下公园 我们具体来看这六种情形 怎么做吧 一个上升公园价值计量 转换为权益法核算 个别报表 原投资调到公园了 认为原投资卖掉了 按照公园价值买回来 合并报表没事 因为与合并没关 第二种情况的上升 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那我们这里说的非同意控制 同意控制非常特殊 这一块呢 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过 那你个别报表叫做 原投资账面价值 加上新增公园嘛 所以原投资 个别报表上没动 保持原投资账面 但是在合并报表上 要调到公园 合并报表调公园 这在下一章 下面我要讲的 合并报表里面 你会看到 要调公园才能算商业 要不然商业算不了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 认为是在合并报表上 把原投资给卖了 再压着公园价值卖回来 第三种情况 上升公园价值计量 转换为成本法 非同意控制的 原来是属于 公园价值计量的 上升非同意控制 所以原投资 调整到转换为公园价值 刚刚也说说 权益法为什么不能调呢 要调违背历史成本 不行 那既然原投资 在个别报表上 已经调到公园了 合并报表上 不用再动了 合并报表 是以个别报表为基础 编的呀 个别报表已经做完了 合并报表你还调的干什么 不用调了 这就三个上升 我们再看三个下降 下降成本法 转换为权益法 个别报表上不能说 我都卖了 卖完之后 按着公园再买回来 不行 因为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项目核算 现在仍然是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你不要去改变它的价值 所以个别报表我们的做法是 把它追溯调整到 权益法核算的账面价值 还是体现一种历史成本的做法 但在合并报表上必须调到公园 我们总的原则只要是有转变转换 就得调公园 这是定的一个原则 我们再看第五个 要是下降权益法转为公园价值计量 原来是权益法核算 现在转成公园价值计量了 项目发生改变了 我们做法是都卖了 把剩下的个别报表调到公园 所以你在后面做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 比如说原来的投资 20%权益法核算 当时有过其他综合收益100万 若是我们下降了 卖了一半 但其他综合收益全转了 出于什么考虑 我们的理念是 要是下降的话 认为是全卖了 剩下的公园价值买回来 所以把其他综合收益全转了 不就这么形成的吗 第六下降 成文法转换为公园价值计量 那我们把剩下的投资调到公园 都在个别报表上 既然剩下的投资 个别报表调到公园了 合并报表不要再动了 这就这六种情形 好再说 转换有六种 三个上升三个下降 只要有一转换 那相关的一些投资 就要由账面价值给他调到公园 三个上升的 是把原投资调到公园 具体做法是 原投资再转货是卖了 按公园价值买回来 三个下降的 是把剩下的投资调到公园 具体做法是 整个都卖了 剩下的那公园价值买回来 六种情况 有两个 没有办法在个别报表调 你不能用账面调到公园 就是权益法与成本法转换 因为它都是长期股价投资项目 如果你要改变价值 违背历史成本 所以那两个转换 调公园是在合并报表上的 你这么一个概念 那个别报表怎么办 上升的 维持原投资账面价值 下降的 那你个别报表上 把剩下的投资 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你就这么个手 具体往下看 一 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你可转换呢 那我们当然要分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两个方面来看了 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你看个别报表上都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是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成本法控制也是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所以在个别报表上不要去谈公允 没法谈公允 那我们个别报表 那我们个别报表把剩下的股权投资 你应该是追溯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这是它的关键点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图 假定15年的1月1号 当时持股比例60% 然后在16年的3月1号 卖了20% 原来是控制 卖完之后呢 现在就不再控制了 但有重大影响 卖的这一部分 售价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没什么好说的 肯定是投资收益 这是卖掉部分 然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把剩下的40% 要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认为从15年1月1号就开始 如果采用权益法核算 应该调整到多少结果 由于原来控制是用成本法核算的 成本法核算我们清楚 在过去呢 只能说被投资单位有分过股利的 或者有体检值的 他进行会计处理 否则他不进行会计处理 但是我们权益法核算考虑就多了 这就说 把过去的这段期间 由成本法核算改为权益法核算 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怎么改呢 当时成本法核算控制的时候 个别报表上没有确认过商誉 我们控制成本法核算 个别报表不存在着 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的事情 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 只能是权益法核算才调 因为控制成本法 编合并报表 正商誉也好 负商誉也好 都在合并报表中体现 与个别报表没关 所以个别报表不调 但我们现在 卖掉了一部分投资 不再控制了 剩下的要求 从投资10点开始算起 然后调整到 转换日 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所以对剩下的投资就要算商誉了 用剩下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和那个点上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经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去比 就这一块 比完了 如果剩下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享有份额 不动 要是小于享有份额 那是负商预备 你会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代方呢 本来营地外收入 但一跨年了 所有损益类型的 跨年时都要转到 本年利润 然后再转到利润 分配分配利润 最终再提盈于攻击 所以影响了盈于攻击 和利润分配分配利润 是这样吗 那下面 源投资的时候 到转换日 这一段期间 完全按照权益法来核算了 你要把权益法跟成本法 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调整 就是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结果 那其中啊 在过去的时间 如果说由于 留存收益变动 我们可以一次就调了 什么意思呢 你说他要是实现了净利润一千万 分股利分了四百万 我就调六百万 一千万减去四百万 然后你长以剩下持股比例 比如百分之四十 就一次调就行 用不着怎么做呢 说是实现净利润一千万 成本法没做 我调一次 然后分股利四百万 成本法做了 权益法也要做 再把它调一次 你会发现 结果跟一次调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 对剩余持股比例案权益法核算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原投资交易日至出售部分投资交易日之间 账面所有的权益变动部分 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同时 调整留存收益 投资收益 其他统合收益 什么意思呢 有变动的 要是头20 就是16年吧 要是1月1号之前的 那就是损益的留存收益啊 那你这块肯定是涉及到 就是留存收益了呗 要是影响到 损益的这些分股利的 那你1月1号 到3月1号 这肯定是一个什么呀 投资收益啊 当年的呀 就是这样 当然在过去的期间 还可能会涉及到 其他统合收益啊 调整的一些问题 涉及到资本公司调整的问题 因为其他统合收益 资本公司 那些成本法都不做 这就是他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思路 卖掉部分 售价与账面价值差 进入投资收益了 剩下的追溯 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结果 先看投资点的商与 一般都是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相有份额 好了不动了 没事了 一旦要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相有份额 那我们还要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盈利公积 利润分配分配利润 付商与 然后就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的结果了 调的话呢 对于实现利润分股利 我说了直接挑差就行 具体的 第一个 卖掉了处置部分 卖掉是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势投资收益 所以我们会有借记银行存款 在长期股权投资 那售价与账面价值差额 投资收益 这是一个 再看剩余部分的追溯调整 剩下这一块 剩下的投资十点商与的追溯 就是前面说的 为什么要追溯商与 一定要清楚 个别报表上 控制时真的没有比 如果出置投资成本 跟想要三个去比 如果少的话 也是赢一百收入 没有 控制不说吗 别管正商与账商与 合并报表见了 对出置投资成本调整的事 只有权益法才有 那我们原来没有 现在要求有了 追溯呗 剩余的投资成本 要是大于 投资当时那个点上 被投资单位 可变成金融资产工业 价值份额 没问题 不调了 如果是少的话 负商与呗 就得调 调的时候调留存收益 那你具体反映 一般10%盈余攻击 90% 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投资之后的追溯调整 那你就认为是权益法核算 没做的给补上 做过的跟成本法 核算也有的调差 所以你看有一个留存收益 我们具体的应该是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了 这个指的是什么 原投资时至处置投资当即期出 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图 16年年初 留存收益变动 常以胜于持股比例 你就看留存收益变动 乘以胜于持股比例就完了 比如我们那段时间 就是前面那个图 在15年 他真的要说实现净利润 1000万 然后呢说分股利 分配股利 400万 那你说留存收益变动多少 15年啊 留存收益不就增加600万吗 我们这部分调整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用600万 常以40% 直接一调就完了 就留存收益变动 然后10%盈于攻击 90%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你用不着怎么做 哦 实现利润了 1000万乘以40% 调了 然后分股利 哦 原来成本法是借记应收股利 带方带投资收益 我们权益法这个分股利呢 应该借应收股利 带长期股价投资 所以你会发现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你先说1000万 长以40% 调整长期股价投资 分股利呢 权益法 400万 长以40% 充建长期股价投资 是不是长期股价投资 就是600万乘以 40% 那你最终影响留存收益 不也就是600万乘以40%吗 一样的 因此这叫 留存收益变动 就行了 别搞那么啰嗦 非得是一项一项一项挑 实现利润挑一次 分股利挑一次 没必要 下面说投资收益 处置投资当期期出 至处置被投资单位净死于变动 乘以剩下的持股比例 那比如说16年 头两个月实现利润50万 50万乘以剩下的40%呗 那你借长期股价投资再投资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那说投资之后被投资单位有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我们乘以持股比例 那就调整呗 再有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的权益变动 那我们同样乘以剩下持股比例 这就能够调整到权益法核算的结果了 那下面说 调整留存收益和投资收益是 应自被投资方实现的净损益中 扣除以发放或以宣告发放的先进股利和利润 直接扣 扣按照净的来 那对于长期股价投资自成本法 转化为权益法核算之后 未来期间按照准则规定 计算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还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正常权益法核算下去了 这是一个个别报表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上呢 由于持股比例下降 由长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 前面跟大家说过 这个原则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反正你只要有转换就得考虑公允 我们长本法改为权益法呢 个别报表没法考虑公允 说你要考虑公允就是违背历史成本 我们只能是在合并报表上 然后也说了就说 怎么去考虑公允 持股比例下降的认为是全都卖掉 剩下的按照公允价值买回来的做法 就整个下降的转换都是一样的 全卖了 剩下的公允价值买回来 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 你向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的计算 你就会看到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全卖掉了 剩下的按照公允价值买回来 来确定的投资收益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 母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 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 原有子公司控制的 说在合并报表中 对于剩余股权 应当按照丧失控制权的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这不就说吗 都卖掉了 剩下的买回来 买回来不是按照公允买回来的 重新进行计量 说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我们卖掉部分的对价 和剩余股权供应价值之和 你知道这是啥数 我说这是什么数 不是傻数 这不是都卖了会得到这么多对价吗 全都卖掉了 和什么去比 说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 应享有原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然后与商与之和的差 记录丧失控制权的投资收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跟你投资的价值去比 投资价值开始购买日认定了 那以后以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 也就是说人界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你长期股权投资得跟着变 然后如果说有商与 商与其实当时付出对价里面有它 那你现在把它卖掉之后的商与肯定也得跟着扣 所以我们应该是你得到总的对价 跟投资的价值 投资价值里面一块有商与 另外一块呢 就是按照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经济产 那出现的差都卖了吗 投资收益 既然都卖了 我们下面再看说 此外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那书上有时候不谈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因为那当时啊 还没有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这一说呢 那你现在有的话既然都卖了 一并都要考虑才对啊 应当在丧失控制权势一并转入 当期损益 由于被投资方 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或经资产变动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那个呢单说 因为他不让转 我们说不让转对不转 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说商与为什么还要考虑 副商与考虑不考虑 为什么还要把其他中国收益这些都给他调转走 那我下面呢 给大家稍微解释解释 一个先说正商与负商与这件事情 到底啊 计算投资收益时 有正商与那边说了 肯定你要从整个的收到对价里面 把它给扣了 你别说那边加 说那边加是什么呀 上购买日供应 加持续计算经济产加商与 那还是相当于从你得到对价里 把它扣掉之后算投资收益 我们先说正商与负商与 比如说 15年1月1号 假公司出资1000万元 先找感觉啊 为什么把商要扣了 出资1000万元 购入一全子子公司以公司 我就买了一家公司 花了1000万 这家公司可变成经济产 供应价值900 那900的话 是不是你要把这公司买进来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 在我们的报表上来反映 有商与是100万啊 因为你多了 我们现在就再做一个极端假定 15年啥都没动 这个一公司 所有者全一点都没动 16年呢 我们就把这公司给卖了 卖了的售价呢 是1200万 你买来的时候是1000万 如果说问 那你说 最后 会体现的损益是多少 买来的时候1000万啊 卖了1200万 那影响力量的说 当然就是200万啊 那如果说在我们的报表上 没有体现200万 肯定有问题呗 但我们知道 因为说 整个15年 乙公司没有所有的权益变动 至出售日呢 乙公司按购买日 供应价值持续计算 净资产还是900 因为开始啊 供应价值900吗 什么都没动 还是900 所以你要算 投资收益的话 整个投资卖了1000 要减什么呢 一个自购买日 开始持续计算净资产 只有900 那就不行了 是300不对 还要把商议100扣掉 或者这里面 那就应该是 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净资产900 然后再加上商议100呗 所以等于200万啊 你才真正等于 那个损益的数字 你不减商议哪行啊 我们开始解释公告里面 就把商议给丢了 后来呢 在书上一点点给加进来了 我们真正影响损益的数字 那你应该是售价 跟你最开始付出对价去比啊 对价里面当时有过商议啊 我们再看下面一种情况 说15年1月1号 假公司出资800万 购入一全子子公司 丙公司 丙公司可变成净资产 公资产价值900 那这里出现负上于100了 我们还是说15年 一公司没有所有的权益变动 16年1月2号 假公司把这个投资都卖了 售价900万 那你咱们知道 购入实施800 现在卖掉了900 肯定营销损益的是100才对 你不是100就不对了 但是我们知道负上于 100在合并报表中 已经确认应该收入了 已经有了 有损益100了 你合并报表上 不能再确认投资收益 再确认投资收益 这时候就麻烦了 我们影响的损益数 只有100对样 他确认了 已经买收入了 你就不能再确认投资收益 所以怎么算 一公司按购买日 公资价值持续计算 金资产还是900 那我们整个的售价900 减去一公司按购买日 开始持续计算金资产 购买日公资价值 持续计算900等于0 那这不就对了吗 所以结论 要清楚 你要在合并报表中 算投资收益的话 只考虑正商业的影响 不考虑负商业 别的来个负商业 那边是减号 这边那边加号 这边减号就变 没有负商业没有 只是考虑正商业的影响 一般我们考试 往往也都是正商业 那我再说说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那怎么考虑这事呢 说为什么要把它还加回来呢 还得转到投资收益里去 那不转不行啊 比如说15年1月1号 假公司出资1000万 购入一权子公司定公司 定公司可变成金资产 供应价值1000 15年度 以公司其他综合收益 这可转损益 还有资本公金增加100万 没有别的所有的权益变动 16年1月2号 这个投资团全都卖了 卖了1000 那你咱们知道 买的时候是1000 现在卖了1000 我说整个我就 一个公司 子公司都买进来了 卖了1000 那我们这影响损益的只是100 那你算的时候 必须影响损益投资收益100才对 那我们看 这出售日 以公司按购买日 供应价值持续计算净资产 原来是1000呢 后面又增加了一个100呀 1100了 所以我们得怎么做呢 那你计算投资收益时 整个售价是1100 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 竞资产也是1100 要变成零了 而我们真正的投资收益 必须得多少 100 所以你要加上其他中国收益 或者说其他权益变动 那100可以转过来 否则就不对呀 不是说其他中国收益转 有的人问其他权益变动转不转 不转当然不对了 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 这事不就好办了吗 所以这块说的结论 合并报表计算投资收益时 要将其他总统收益 可短随一部分 还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要转投资收益 要不然就不对了 说 只要是我们认为 是下降了 把整个投资都卖了 在合并报表中 那我想算投资收益 还用给公司吗 原来根本没谈商业 我就觉得这不对呀 那后来事上说 年报说要考虑商业的影响 就出来了 就你只要把这种理念 明白了 也不是很难 那有什么好背的呀 我只是通过这两种情况 说一说 说要是负商业的话 那可千万别的 有什么别的想法 只有正商业 算投资收益时考虑它 而这里面呢 如果设计有其他权益变动 跟其他总统收益 客转随一样 你都要考虑 不算投资收益 否则不对 所以这块的关键点 控制权发生转化了 认为都卖了 剩下的按照公允价值 再买回来的做法 要说明的 说丧失控制权了 怎么还谈合并报表 不是把这家公司合并 这家公司不合并了 说的是有别的公司 这公司 仍然要编合并报表的 合并报表怎么做 这个问题 分路呢 我大致说一说 毕竟我们的书上的例子 严格来讲 分路写的并不是很合适 就有一些呢 关系 就是报表之间 勾集关系 没有过多的考虑 那丧失控制权 是合并报表中的投资收益 合并报表中 确认投资收益 说处置股权取得对价 与剩余股权供应价值之合 他闹了 全卖掉了 就得了这么多对价 要减去呢 原持过比例计算 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金融产份额 然后说你要有商业的话 把商业要减去 当然你要把这两项扩起来 这边就变成加号了 这我想大家都没问题 负商与别动 要是原有子公司股权 有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可传损益部分 其他权益变动 加上 这是算投资收益 基本上我们现在要求 会算投资收益差不多 然后第二个丧失控制权 是合并报表中的调查分落 调查分落呢 一个说既然是都卖掉了 剩下的要按照供业价值反应 所以把剩下的投资 你得由账面调到供业 我们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再投资收益 认为卖了吗 卖了再买回了 只是说我银行存款不要了 那你当然增加长期股权投资了 代方投资收益 下降的话呢 那就做相反分落 第二个是对 个别财务报表中 确认投资收益的归属期 进行调整 这个调整的话呢 会借记投资收益 代方盈于公积 未分别利润 这是在合并报表上做的 这么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会做相反的分落 什么意思 就说 我们合并报表上算的投资收益 这一年的 它呢 是跟最开始的成本比 最开始的成本呢 是若干年前 或者一年以前的 我们都反映到投资收益里去了 在合并报表上 但你合并报表上呢 以前 跨年度的不会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来出现 可能有的是属于盈于公积啊 未分别利润 还有可能是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 那你要对他的归属期进行调整 我想结合书上的后面那个例子 再说明这件事情 一个归属期 要挑期出 第三呢 那你原投资 要是有其他综合收益可转损益的 还有其他权益变动 那你要转投资收益里去 借方呢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带投资收益 或者相反的分落 有那么一个转换 所以还有一个追溯的问题 那这节课 谈到了权益法核算 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还有除净损益 利润分配 其他综合筹以外 所有的权益变动的处理 之后重点的就说 股权投资的转换 转换的一直跟大家强调 转换理念必须建立 有三个上升 三个下降 一要有转换 就得有公允价值 三个上升的原投资调到公允 四个是在个别报表条的 两个是在合并报表条的 下降 当然了 我说上升调到公允 下降呢 全卖了剩一条的公允 有四个是在个别报表条 有两个在合并报表条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